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一下之我们这一生》 第72至75章 他会好好活着,一定会 多事之秋 路易对金夏的情绪束手无策 他甚至连一句宽慰的话都想不出来 只能默默地陪着他,守着他 半上午的时候,金夏娘带着两个闺女 绕过大半个村子来看金夏和刚出生的两个小外孙 一进病房,两个小脑袋四处扫了一圈 看到病床上的金夏 喜鹅和喜亚齐刷刷地喊着娘往病床前跑 他们很少和金夏分开睡 喜亚刚出生的时候 喜鹅也是跟着娘和外婆一起睡的 不过一夜不见 两个闺女看着金夏格外的高兴 叽叽喳喳地拉着金夏的手 和她说自己这一路过来看到的稀罕试衣 还有自己随手扯的小野草 路易怕两个闺女吵得金夏心里更不痛快 刚想拦一拦 金夏娘眉眼一沉 拽着路易出了病房 别看了 你两个丫头能救金夏的命 金夏娘沉着脸 头一回不满地呵斥路易 头一回把她当个普通的女婿 路易抿着嘴角低头 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 她无力辩驳 只能接受 金夏娘瞪了一眼路易 又想骂人 又怕自己分寸拿不好惹她生了气 这会儿的金夏娘 前所未有地担心 生怕路易当真甩了金夏 不要他们娘撒 只带走两个刚刚出生的儿子 心里憋着一口气 无处发现 金夏娘气得泪眼婆娑 半晌 路易先开口 娘 金夏是我媳妇 我会保护好她和孩子们 昨晚谢大夫没有替金夏手术 是县里来的医生 给金夏做的手术 这几天 我和领导们 申请一套宿舍房先搬走 老师宿舍里住的人 都是我的同事 他们不会笑话我和金夏的 或是你闯的 女人也是你自己的 可不就得你 保护他们鸟几个 路易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不要 俺金夏让人欺负他 俺和他跌扰不了你 金夏娘压着嗓音吓唬路易 这是她唯一能为金夏做的事 至于如果有一天 路易真的不要金夏了 她该咋饶不了路易 金夏娘还真是不知道 谢峰怀里抱着两个刚刚被喂饱的娃过来 见金夏娘和路易在门外站着说话 约摸着也知道两人在说啥 谢峰和路易接触不多 但她相信路易的为人 就凭着她昨夜在三位金夏考虑就知道 她是真的喜欢金夏 不只是把她当个传宗接代的女人 大娘 快来瞧瞧你的两个大外孙 生得可真漂亮 谢峰主动走近 把哥哥递给金夏娘 同时不忘了把两个娃的名字告诉金夏娘 一个喜城 一个喜欢 听见两个娃的名字 金夏娘物字一正 一个农村娃用这样的名字也不害臊 她嘴上这样说着 眉眼里却明显地放松了不少 病房里金夏本已经了无生机 空洞着的眼睛聚不回视线 神识也不知道飘去了哪里 耳边上一声 接一声的娘 让她好像从云端又重新跌回了人世 垂落视线 看清趴在床边的两个闺女 金夏的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 不停地往下落 她还有两个闺女 还有两个刚刚出生不足24小时的儿子 她还有四个娃要养 她已经有了后娘 怎么能让她的娃再有后娘 金夏忍着疼 挪开些身子 让两个闺女爬上来 喜鹅和喜亚 不晓得娘的心思 高兴地相互搭着手爬上床 抱着娘性高采烈的喊娘 金夏搂着两个闺女 哽咽的肩膀都在颤 她得好好活着 得为了她的四个娃好好活着 喜鹅和喜亚不晓得发生了什么 被金夏用力估的小肩膀有点疼 喜亚年纪小 耐不得疼 挖得一声抱着娘也一块哭了 喜鹅像是晓得娘 今天心情不好 小小的手掌 回抱着金夏轻轻拍她的背 娘不哭 小鹅给娘揉揉就不疼了 小孩子不经意的话让金夏心里闷得更厉害了 她搂着自己的两个闺女哭得心口都疼了 这么懂事的闺女 她得好好地活着 就算是为了她们 也得好好地活着 路易脱了不少的关系 才从学校里挪出来一间空的房间 收拾打扫完就找人搬了家 远离村子里那些女人们 金夏的耳边多少能清静一点 给自家小院落索的时候 路易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这个家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一点规制出来的 院子里的每一处都是他们花心思整理出来的 这一啰嗦 不知道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了 路易推着收拾好的行李 身后跟着一路小跑追着的大黄 金夏依旧还是不能下抗 让路易一路推着从医院回了新嫁 她在卫生所住了有一个礼拜 尽管路易已经费尽了心思想法帮她补充营养 可她还是肉眼可见的迅速憔悴了一大圈 新家简陋 只有一间大套间还空着 里间的套间留给金夏娘几个住 外面的房间留给路易和喜鹅眼俩 没有专门的厨房 路易就把外间屋子里的炕边收拾 垒好了一个灶坑 顺带手的还是给金夏留了一个烤红薯的小灶坑 她想尽办法的想让金夏高兴起来 想让她忘掉发生的不愉快 继续他们的生活 金夏平静地扫了一圈屋子 有路把她抱进了里间 房子有点小 你和娘带着三个小的仙柱里面 我和喜鹅睡外间去 行 金夏看了一眼屋里的炕 确实是有点小 想留喜鹅也放不下 察觉到路易的忐忑 金夏扯了扯嘴角 咱们家呢 啊 路易一时没反应过来 不知道金夏这话想表达的深意 金夏扯扯嘴角 轻叹了一声慢吞吞地开口 像是还没从自家那个归整的 利索的小院子里抽回神 那可是咱们两个亲自归整出来的家 这会儿不住着也得打理 等过阵子我身子养好一些 我再回去瞧 我已经收拾好了 你不用担心家里 路易心里有些苦涩 但脸上还是挂了笑 那是他的家 也是他的家 从他答应他的亲事 开始他就想招法的 开始归整的家 就算别人不要了 他也舍不得 金夏抬头看着路易 拍拍自己身边的炕叫他过来坐下 路易一言靠近 迟疑了一下才挨着坐下 咱小额也快到了该入学的年纪了 搬来学校里住 确实没有在家宽敞方便 但咱闺女上学方便 至于其他的 咱们两个好好的过日子 比什么都强 现在你儿子闺女都有了 也不用再想其他的了 咱们两个好好的过 说到最后 金夏的眼睛泛了红 他努力说服自己 好好地活着 不为了路易 不为了自己 为了他的四个小宅子 也得好好活着 他不会让他们有后娘 要是真到了万不得已 要和路易分开的时候 他也不会让他们有后娘 他得活着 得好好的活着 路易轻轻地搂着金夏的腰 嗯 咱们两个好好的过 路易 别担心 我会好好的活着 我男人是连乡里的干部 都得里让三分的老师 他们就是想欺负我 也得看你的面子 金夏轻拍着站立的路易 维母的强大 让他此刻可以坚强地抱着路易 坚定地告诉他 他想活下去的勇气 金夏娘在外间 听着李坚的动静 眼睛酸得厉害 炕上那一对小娃娃睡得香 地上那对小姐儿俩 看着心家处处都很好奇 不大一会儿功夫 喜鹅和喜亚凑着 不知道悄悄嘀咕了啥 小姐儿俩手牵手地出了门 四个娃各个聪明机灵 他们不能有后爹 也不能有后娘 金夏娘又陪着两口子住了一阵子 学校宿舍太简陋了 做个饭进进出出的都不方便 但金夏的情绪明显在慢慢地好转 她眼神里的光骗不了人 上官一有空就会来看金夏 打着蹭饭的旗号 又送粮票又送邮票 偶尔学校食堂里有什么新鲜的吃食 还会给小喜鹅和小喜亚带上一份 谢峰倒是为了避嫌 很少过来 只是有空了 会往陆毅的办公室去送些东西 询问了金夏的身子恢复的情况 没什么异常就走了 村子里的留言起先还有些 后来慢慢地也就没有人再提了 因为新一轮的革命运动又来了 陆毅早早地就嗅到了风向的转变 这种大的政策性的转变 她没有办法左右 只能随机应变 让自己和一家子 不要成为风口浪尖上的那一拨人 陆毅一边正常地去上课 保证孩子的学习 一边时刻留意着 乡里和村里的动作 秋夜哭 寒风起 北方的农村又进入了一栋 冷得让人心尖尖都在颤 喜鹅和喜亚 已经适应了住在学校里的日子 白天没事的时候 喜鹅会牵着喜亚 悄悄地挨着窗户跟下 坐着厅里面的老师上课 起先是只挑着陆毅上课的时候 去听 后来就成了固定的时间里 哪位老师上课 他们就去听哪个 两个闺女年纪太小 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但是 他们会安安静静地 挨着墙跟上听 听着听着 小亚就歪进姐姐肩膀上睡着了 喜鹅听着也犯了困 拍醒喜亚拉着她回家 前后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 喜亚刚生出来的倦意 被寒风吹得散了大半 一回屋 闻见熟悉的烤红枣的味道 扎摸着嘴巴 就往炕上爬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 就这么一点红枣 都是谢峰和上官给攒下来的 留着让金夏养身子 平时金夏娘舍不得给两个外孙女吃 趁着他们两个跑出去的时候 才给金夏午热了偷偷吃 喜亚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灶坑 眼看着外婆用火钳子一个个地夹出来 摆在灶边上晾着 伸了手就要去拿 金夏娘舍不得给喜亚分 也舍不得不给她分 可剩下的枣一共也没多少 给了喜亚再给喜鹅 分到金夏手里的也就不多了 最后忍了忍 金夏娘很心没给喜亚 找了个碗扣住 红喜亚那是给娘吃的药 喜亚扁着小嘴巴歪头看着外婆 显然不信她说的话 喜鹅巴巴地站在炕边上没上炕 也没说话 小小年纪的她已经晓得 娘生了一场大病 要吃好多好东西才能养好 不管家里有什么好东西 她都主动地让给娘 爹说 娘一个人吃着养三个人 有时候还有喜亚这个馋嘴猫 是四个人 金夏从里间一出来 就看见喜鹅远远地站着吞咽口水 她最懂事 从来不哭不闹 也最容易被大人的忽视 那么一瞬间 金夏忽然特别地心疼 看着眼前可怜巴巴的喜鹅 她总觉得自己这个娘 当得很不称职 她心里想着自己要一碗水端平 两个闺女两个小子 她一样疼 可是落到生活里 总因为喜成和喜欢年纪小 她总偏爱着两个小子 已经很久没有和喜鹅一起睡了 小鹅 来娘这里 金夏俯身和小鹅招招手 喜鹅收回视线 小脑袋转到金夏脸上 见金夏俯身叫她 小丫头立刻喊着娘 往金夏身边跑 金夏一把捞起地上的小鹅 抱着她使劲地亲了好几下闺女 冻得有些发红的小脸蛋 娘带你吃早去 走 我不吃 我不想吃 听到吃早 喜鹅明显馋了 小小地吞着口水 努力摇头 小儿的嘴巴在撒谎 身体却很诚实 眼神还会忍不住 悄悄地往灶边上 被金夏娘扣住的那只晚上瞥两眼 喜鹅一听有早吃 巴巴地爬到炕边上 看着金夏 金夏沿着炕边坐下 伸手和娘要那几个刚刚烤熟的枣 金夏娘舍不得 犹豫着不愿意给 娃娃们只是馋 而她是真的需要养 给我吧 剩下的那些枣也不用藏了 明天烤了 给两个娃分着吃 不行 娘 分了吧 分完了 也就该散了 金夏扯着嘴角 笑得有些苦涩 她没沾了跌什么光 贪这个后娘还险些 把她随手嫁个什么人 这惠子闹起什么这个急那个命的 她倒是要因为所谓的地主家的小姐 要被牵连了 到了这个时候 就算她再不想和四个娃娃们分开 也难熬了 第75章 这阵子 金夏娘很少出门 但是学校里偶尔听到的一些风声 也足够让金夏娘猜得出其中的原因 路易祖上一直是贫家阶层 而且她现在是乡里干部们 培养和以众的主要对象 不可能会在这种立场性的问题上出错 可金夏娘家网上数的几代 都算是地主阶级 即便逃得脱出漆的各种麻烦 现在也极容易被人重新掀开了 重新扣上一顶帽子 金夏不想将来有一天 自己连累了路易和她的四个娃 心里已经悄悄地打定了主意 要和路易离婚 起码要保护好她的四个娃 那些都是成理的事情 跟咱们没有关系 金夏娘闷声开口 她不同意金夏和路易分开 尤其她现在的身体情况 真要是离了婚往后 她的日子咋过 万一路易心思一动又续了闲 她往后可真就要自己过一辈子了 金夏细细地包了枣皮 喂喜鹅和喜亚吃枣 神色平淡无波 娘 要是没关系 等着风波过了 我和路易再复婚也行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里 万一往后再出现个什么女人 把路易勾搭走了 你叫你的四个娃咋活人 娘 你先回去吧 金夏抬头看着娘 这场风波的确还没涉及到他们村里 但看着形势不过也是迟早的事情 金夏娘心里不是滋味 晓得自家这大丫头性子倔得很 自己有了主意的事情 不会轻易改变 当天路易回来 金夏就跟她说了自己的想法 路易沉默不语 不能答应 也不想答应 路易从未有过的坚持 无论金夏咋说 她的态度依旧如此 金夏拗不过 就那么日复一日 心惊胆战地等着 她越来越谨慎 平日没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闭上嘴装哑巴 和村里人也几乎不说什么话 她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生怕一个不小心 会被人抓了什么把柄 转眼入了春 那场风波也渐渐地 从城里传回了乡里 金夏更谨慎了 每次出门都是实在躲不过了才去 风声鹤唳 她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 保护路易和四个娃 好在村里受到的影响不算大 金夏整天夹着尾巴做人 勉强熬着也算一个门道 第一场春雨过后 金夏接到家里 让人烧过来的消息 继母病重 恐怕熬不了几天了 金夏和路易 匆匆忙忙赶回去的时候 金夏娘在炕上 已经病得有些糊涂了 她瞧着趴在炕边上的喜鹅 睁着一双混沌的眼睛 换她金夏 枯瘦的手拉着喜鹅的小手 一下一下地轻抚着摩缩 金夏 往后俺就是你娘 俺会好好当你娘的 娘 外婆喊你 喜鹅不懂事 歪头瞧着金夏换她 金夏皱着眉头 约摸着像是继母 已经病得分不出现实梦境 她轻轻地摸着喜鹅的手 哄着让她陪外婆说话 爹 咋不送去卫生所里 没用了 你娘已经活不成了 金夏爹摇头 自打金夏娘从金夏家回来之后 就总是疑神疑鬼的 有时候出去听人们说起来 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 死了多少人 她回来就睡不安稳 一宿一宿地做噩梦 再后来就开始生病 身子一天比一天孱弱 原本金夏爹以为开了春天气暖和了就好了 结果开春的一场雨让她的病情不减反重 这几天连人都快认不得了 金夏 金夏 金夏娘转着眼珠子四处里寻人 听到动静的金夏赶紧凑过来 这个年少时对她并不算友善的女人 后来在她生四个娃的时候 没少出人处理 无论如何 金夏应该感激她给她的帮助 娘 我在 金夏握住继母的手 鼻头酸涩 第一次 她真的觉得她是她的娘 她是她的婚姻